哈喽大家好,我是Technik中文版的Apple 没有错,小米最新的旗舰手机来啦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最新发布的小米米11 首先我们来仔细看看包装盒 这次的镜头依旧是108MP的 而且还是部5G手机和拥有Harmone Carden喇叭 一些亮点就已经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 那现在就来开箱咯 我知道有些朋友一定会好奇这次的包装盒会是怎样 不过米11的包装盒在大马还是一样的 打开后有手机 充电器、Depsy充电线、保护壳、SIM卡针、Warranty Card和说明书 哈喽各位,充电器是有的哦 米11一拿上手确实能明显感受到它的重量并不是很重 但是相比上一代米10 这次的重量明显再轻了一点点 196g 而第一眼和摸上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圆嫩 感觉视角有少许偏圆 在我手上的配色是蓝色 除了蓝色就还有灰色 目前是两种配色 吃点有可能还会有新的配色进来哦 嗯 不过其实这两个配色我都喜欢 你们呢? 机身背面依旧是磨砂玻璃 整体的设计跟之前相比是有蛮大的变化 从小米的logo到相机模组都不一样了 上一代米10的logo就在机身布的中间 但现在就移到了左下角 并且变成文字设计 这样看起来外观更简单干净 再来看看镜头 之前镜头的模组是直拍设计的 导致有时候手会遮到镜头 但是这次采用了全新的相机模组设计 镜头都集中在左上角 看起来相机模组变大了 不过广华的轮廓还是ok好看的 还有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之前是四颗镜头 如今米11就只有三颗镜头 但是不要失望 少了一颗镜头不代表相机质量变差 只是这会是更实用的组合 而这次的屏幕是四曲面全面屏 所以讲说呢 首先左右两边的曲面是很正常的 然后再看下上下都有一定的弧度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所以这块屏幕四边的曲面 看上去是比上一代更精致了 而且是曲面边缘 让用户可以更舒适的握住 米11搭載6.81吋 WQHD Plus AMOLED Dot Display 是配备了顶级的2K Display Mac A Plus 像一个平定的级别 说明这个屏幕是真的非常的好 可能在视频里面大家是感受不出来 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 它的细腻程度真的非常的高 整个视觉效果很好 显得更高级感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就去专麦店看看吧 在Setting里 屏幕分辨率它有一个1080的 还有一个2K的选择 当然也可以选择智能省电模式 如果是我就会把它关掉 因为就不想浪费这块屏幕 屏幕分辨率为320 x 1440 抢全新的Colin Greggas Victus 更抗衰更抗瓜 还支持122超高刷新率 和482触控采用率 所以在整个滑动的时候 使用的过程整个是非常的顺畅的 同时它的色彩准确度和对比度都非常好 显示的很准 尤其是在看戏还是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它只是HDR10 Plus和Sundbit Color 让画面更细节和明晰 除此之外 它只是AI脸部解锁和屏下指纹解锁 屏下指纹不仅可以解锁手机 还可以随时随地的管理自己的身体状况 读取心率 为了让用户体验这2K的屏幕 米11还内置了AI大实画质引擎 就是让更普通的画面 在这2K的屏幕上显示的更好 这次米11用上的2K屏幕 让我觉得很给力 因为我自己对于屏幕的观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要强调的是 米11常双立体声养声器设计 可以看到上方和下方都有养声器 特别的是下方的养声器 它采用了一个声浪设计 是不是有点像声波的样式 而上养声器的壳壁 其实有一个不显眼小小的刻字在旁边 写着哨摆哈曼卡德 这次米11是继承了米10的一个非常好的养声器质量 还加入了哈曼卡德 提供HIRES Audio认证和HIRES Audiovirus的认证 发出的声音确实响亮好听 不如大家来听听 在相机方面 米11搭载后置三色镜头 主镜头依旧是108MP 支持OIS光学防抖 13MP 123度超广角镜头 还有5MP长焦微距镜头 从2MP微距镜头提升到5MP 并拿走2MP的景深镜头 其实拿走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米11的相机已经大大改善 尤其是5MP的长焦微距镜头 这镜头甚至可以当做一个放大镜来使用 可以拍一些微小的事物 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同时增强了夜间模式 在夜间拍摄也不是问题 夜间模式能减少过度曝光 拍出来的照片根本就能满足夜间拍摄需求 这次AI ARES 2.0先进的AI算法 可以去除不良物体和线条 让照片达到更想要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相比米12来说 相机使用性更高了 来到了视频 它可以拍摄8K 30fps 和4K 60fps的视频 还有6种一键是AI电影模式 可以说人人都可以轻轻松松 把视频变成电影般的杰作 就好像Magic Zoom Slow Shutter Para River Time Freeze等等其他非常酷的效果 让你的视频更有趣 不再那么单调 白天的色彩准确度非常好 夜间就不用说了 即使在黑暗的环境下拍摄 Ultra Night Video使用肉籍和AI降噪 和亮度增强的功能 可提供更明亮的夜间录像 拍出来的视频更让人惊讶 当然HDR10 Plus视频录制也更加清晰 清晰的显示每个细节 并且画质更接近真实 太厉害了 至于前置就有20Mbps的自拍镜头 自拍看起来也很棒 接下来它的配置采用了 Snapdragon 888 5nm处理器 配备8GB RAM加128GB ROM 或者8GB RAM加256两个版本 有了这强大的处理器 配上全新的Liquid Q散热系统 连续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后都还很顺畅 发热感觉起来也还好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米11的电池比上一代小了一顶点 但是它的电池达到了4600Mbps电池容量 在整体也做到很轻薄 所以在轻薄的手机里没有很说谁 这一点是非常赞的 而且还有支持55W的有线快充 50W无线充电和10W的无线反向充电 可以在45分钟就充满100% 充电的速度方面是挺不错的 其他方面还支持NFC,Wi-Fi 6和外遥控 X周线性马达等等 总结来看 米11这款手机的旗舰领域也是相当具有竞争力 有高端的处理器 108Mbps的相机 Harmone Cotton双立体声养生器和全方位的提升 虽然说设计没有太大的突破 但是特别在这块2K的屏幕 无论在分辨率还是色准色域方面 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屏幕上面是有很大的进步 我个人觉得蛮惊喜的也很满意 而在各方面也做得很均衡 很高的水准 轻巧的设计也让我很喜欢 价钱就是分别这两个啦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分享和留言你们的看法 也别忘了关注我的个人IG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